天赐的声音第三季开播 周深 周延作为新人加盟 胡彦斌 张绍涵 胡亥全继续加盟 为嘉宾组成音乐合伙人阵容 跟飞行合伙人展开工作 呈现精彩的音乐舞台 首期节目中 希琳娜一高即可军艺演唱结束 声音鉴上团就提出质疑 周深听后表示 自己参加天赐的声音 实话实说 有一点点不习惯 张绍涵听到周深说不习惯 立刻作出回应 称周深现在就可以走 天赐的声音第一季节目开始 张绍涵就是常驻嘉宾 他对这档节目充满感情 同时他也把这里当成家 前两季节目中 他跟苏友鹏 尚文杰 陶哲等人有过合作 如今录制第三季 听到新嘉宾周深说不习惯 他就让周深走 这也引起了网友的讨论 有的网友表示 张绍涵没有礼貌 做把不礼貌当成幽默 一点都不好笑 还有的网友表示 张绍涵说 你现在就可以走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 都是素质问题 同时也有网友表示 每个人的表达方式不同 如果是玻璃心 建议不要观看节目 而且张绍涵这么说 只是节目效果罢了 有人认为是节目效果 还有人甩锅节目组 称这是恶意剪辑 如果是恶意剪辑 周深说自己不适应 张绍涵称他现在就可以走 此时镜头一转 全场鸦雀无声 周深 张绍涵就成为矛盾的焦点 但是节目组并没有这么做 而是呈现完整的过程 希琳娜一高 极客军艺演唱结束 声音鉴赏团成员毫不客气 称两人唱歌非常卖力 显得并不高级 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看着两位女生在台上挨批评 周深不禁红了眼眶 于是说自己有一点点不习惯 张绍涵听后表示 你现在就可以走 随即就跟着大家一起笑 由此可见 他说这话并没有恶意 而且节目组也不存在恶意剪辑 毕竟张绍涵说完这句话后 后期剪辑还配上文字 就想多多弟弟 第二组飞行音乐合伙人登场 陈奕涵搭档康姆士乐队 演唱歌曲后来 这一次同台合作 也是康姆士乐队首次跟其他歌手合作 后来舞台结束后 康姆士乐队主唱永祝表示 自己并不喜欢参加综艺 因为自己讨厌背叛 张绍涵听后表示 自己非常喜欢这支乐队 觉得永祝不应该要害怕 而是通过综艺节目 将自己的想法说出来 表达自己的音乐态度 周深听后点头表示赞同 周深和张绍涵的关系很好 两人之间的语言互动 不应该被放大 反而是声音鉴赏团的成员 过于吝啬自己的夸赞 嘉宾演唱结束 非得挑出一些毛病 就像信和唐一合作 两人的唱功都很强 结果见上团成员 一会拿信的俏皮说事 一会拿唐一的网红身份说事 这让观众觉得有点不耐烦